看着国中男生洗脑过头了 拿热水泼女同学造成女同学大腿二度灼伤 学校护士跟学卧主任匆忙把女学生送医急救 国中一年级女学生躺在担架上 无端喊痛 眼泪掉不停 别班男同学用100度热水往他脚上泼 女学生痛得受不了 造成右脚脚踝起四个大水泡 大腿也有二度灼伤 上午10点下课 国一男学生和女学生在走廊上洗脑 两个人互相泼水一次玩太过火 男学生拿环保杯装热水走进教室 对着女学生双脚泼 男同学拿的就是这个学校发放700cc环保杯 在饮水机到100度热水 但是饮水机热水需要按解锁 才能够出水 说不小心按错 实在说不过去 热水的部分需要解锁才能按 才会有出水 玩过头情形之下 他没想到后果 男同学后悔完太过火 受伤女学生送医治疗之后 幸好没有大爱 由妈妈带回休息 也希望这种意外能够给学生们警惕 平时嘻嘻哈哈要有分寸 不能太超过 主任新闻许志明 陈漫威新北市报道